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为什么每次在参加法会之前还要开启开启开启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还不真信有鬼 你不真信有神 你不真信有四圣众 诸佛菩萨还活着 你不真信 你真信老师就懒得跟你唠叨了 就直接带着你坐了 你不真信 你不能同听共振 你来一万次也没有用 你来真的真一次就完事了 你就把自己的列祖列宗 把自己的妻子父母都度了 你真信的时候 你就是佛 你的佛就会放光 你都放光了 你身上的DNA里面哪里还会有黑子 你不把自己的祖先都度了吗 你不把自己的妻子父母都度了吗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度尽众生使成佛 异藏菩萨说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 是我们自己的下腹腔 最黑暗 里面是污泥地带 那里面有很多众生 是我们的地狱 要内度众生 把自己的内在众生都度走了 这度干净了 你就成佛了 不是把外面的地狱的众生度计 大家要懂的这个道理 你要相信你是佛 你就是佛 你必须成功 你必须一生成功 你没有第二次的机会 必须今生成功 这个成功的动力来自 你要度自己的列祖列宗成功 你要度自己的妻子父母成功 你要度自己的祖师爷们成功 这是你的动力 你不是为自己 那么多众生需要你 你必须发奋投降 勇猛精进 今生成道 那么并且要多做法会 所以是我们教的方法 是一生成就的方法 我换去你的动力 是一生成功的方法 我换去你的动力 我换去你的动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